我们来看看俄罗斯的国防部 怎么搞得突然发生了大火 起火原因现在不知道 可是熊熊烈火到底是为哪装呢 我们来看看这个月 今年5月份 5月3号 克里姆林宫也一样 他遭到无人机的袭击 你也可以看到火光 整个熊熊火光在天空都照亮了 所以那个时间点我们可以看到 有很多消息来源 包括匿名的美国官员都说 这个是乌克兰精心策划的 所以一桩又一桩的像这样子 国防部都被纵火 到底有没有可能是跨国 包括来自乌克兰的攻击 现在有很多很多的说法 而这个乌克兰战争打到现在 我们可以看到乌克兰军队 不管是人员 不管是炮弹的消耗都很惊人 西方国家一直不断的提供军火 可是这个军火库 也开始紧俏起来了 因为一直不断的在消耗 我们来看看一个对照 第一次世界大战 是从1914年打到1918年 一共 这个法国一共打了250万枚直径 75毫米的炮弹 可是呢 2月份从美国机密文件 流出来的内容显示 过去11个月 因为这个乌克兰战争 是前年2月份 11个月里面不到1年 乌克兰的军队消耗了 将近100万的炮弹 所以这个炮弹消耗的这个数量 还有这个速度非常的惊人 那另外我们也可以看到 美国又出手了吗 美国的核子动力航母 这个福特号 现在看起来已经开到了奥斯路 在北方 在挪威 在北欧这个地方 那俄罗斯当然觉得非常紧张 也觉得说 你这是一种挑衅的行为 俄罗斯就说 这是不合逻辑 而且具破坏性的武力展现 并且同一时间 俄罗斯通知芬兰说 我本来跟你有军事护防 现在也要取消了 所以你看到北欧 包括整个欧洲大陆 这个对峙或是紧张的情况 都还在持续当中 而我们看到前几天 不是说乌克兰拦截到了 来自俄罗斯的匕首飞弹吗 那时候大家都议论纷纷 怎么拦截得到呢 现在路透社的报道是说 原来是有三名俄罗斯的 极英素飞弹专家 向中国大陆这边来泄密 所以乌克兰才这么成功的 拦截到这个匕首飞弹 是这样子吗 因为我点进去看 这个所谓的这个报道内容 这个所谓的泄密案 没有错过去 有三位极英素的飞弹专家 因为叛国罪被捕 而且他们是做这个匕首飞弹的 相关的这个材料 和力学的专家 可是那已经是好几年前的事了 从2017年到2022年 所以跟这一次的匕首被拦截 到底有没有关联呢 中国大陆的外交部是说 这个情况有根本的不同 是用冷战思维拼凑出来的 所以现在这桩事情 也搞不清楚 到底是不是三名俄罗斯间谍 泄密的结果 而另外我们也可以看到 同一时间5月24号就此刻 第二届欧亚经济论坛 正在莫斯科举行 那习近平今天也透过视讯的方式 在这个所谓的经济论坛上面 发表谈话 而在这个前一天5月25号 我们也可以看到习近平 会见了俄罗斯的总理许诺 支持 会让彼此的核心利益 可以得到保证 两个人握了手 这所谓的欧亚经济论坛 我们可以看到 普清他也露面了 他说 美国在世界经济中 所实施的政策是 搬石头砸自己的脚 并且他也承诺 会跟中国大陆优先 在八个领域有合作 中俄这两个大国 也在经济上面的 包括结合也不受战争的影响 也是紧密 再紧密 而另外南海现在也有争端 菲律宾就说 我在南海 我主张的经济区域这里 我投放所谓的导航浮标 所以他就在这里 投了三座导航浮标 中国大陆看到也不开心 他说你凭什么 在这个地方 画上你的经济海域 我不承认 所以他也在南海的 三座岛屿这边设了 三座的这个灯浮标 他也投了三座的灯浮标 包括火爱礁 纽厄礁 还有南薰礁附近 就是这个在宣示说 我的主权在这里 这是我的经济海域 那胡锡进 前环球日报的总编辑就说了 中国大陆绝对不会 对菲律宾仗着美国的势力 耍混 做退让安抚的宣示 所以这个两个国家 在南海的这个争议 看起来有一些冲突 而另外我们看到菲律宾电网公司 中国国企拥有四成的股份 引起了国安的疑虑 因为中国大陆在这边基础建设 有四成的股份 所以看到菲律宾的参议员就说了 这是国安的威胁 所以菲律宾总统府就讲了 如果有必要会回收 对菲律宾国家电网公司的控制权 美中或者是这个军事对抗 当然会延续到其他的国家 所以看起来中国大陆 跟菲律宾的这些对峙 或者是一些对抗 也是这个美中对抗的一些 这个继续的扩大的展现 而另外呢 中国大陆现在在军事方面 当然有很多的提升 包括你看到的在兰卡威的一个叫做 海事与航空展上头 中国大陆就展出了多款 没有在中国大陆官网中 现身过的军舰模型 包括这一艘中国052D型的 飞弹驱逐舰 它叫做战江号 这个模型也在兰卡威的 国际海事与航空展上面展现出来 而另外呢 美国也注意到中国大陆 已经开始制造 所谓地表最强的炸药 CL20 它的威力据说增加40% 这是解放军 他们新研发出来的炸药 美国议员甚至打算要提案跟进 认为我们也要有提升 才能够跟中国大陆的军事 来加强比拼 来请教亮哥 这个俄乌战争 坦白讲现在很难考证谁说的对 因为讯息非常混乱 不过如果俄罗斯的国防部真的起火 而且美国官员竟然这样说 这美国官员讲话非常特殊 他说克里布林宫 那个无人机 那个就是乌克兰搞的 美国怎么会这样讲话 如果你把这两件事情连起来 那就是乌克兰跟俄罗斯的 一些政府内的反对派 离应外合 所以三不五时 就会有一些奇怪的事件出现 包括克里米亚大桥被炸 因为那个 你说一辆载有炸药的卡车 能够上桥 然后经过那么多关卡的检查 这个没有内应 人家也不相信 所以如果是这样的话 很有可能 因为普京得票率本来就76% 他内部本来就有反对派 而且国防部烧衣鼓 本来就有反对他的人 所以发生这种事也不会太惊讶 不过就是我比较意外是 美国又把这个消息给曝光 因为你如果注意去看 美国所释放的消息 最近真的蛮诡异 比如说他还透过那个爆料作家 那个Simon Hersh 他爆料说这个波兰 还有波罗的海国家正在酝酿 要让泽伦斯基下台 因为他的资料来源 常常是来自CIA 所以你就会觉得蛮诡异的 最近 而且这个 我认为匕首 我也看到了另外一个相对的消息 就我们也看到 乌克兰的爱山基地被毁 而且也有照片 对 那匕首也搞不清楚到底几枚 乌克兰说六枚 然后俄罗斯说事实上只有两枚 可是这个肯定是跟中国没有关系 如果说是有人泄密给中国 那应该是有助于中国发展自己的超音速导弹 中国怎么可能跑去跟乌克兰讲 然后让乌克兰可以拦截 这个最不可能的事情 这蛮怪的 这个逻辑上不通 不通 因为这个都有东西早晚会被揭露的 所以我不认为中国会做这么傻的事 那当然有可能 从俄罗斯那边得到一些技术的外泄 这个当然是有可能的 那我觉得这个菲律宾跟中国的关系 实际上还有一件事情比这个还敏感 比浮标还敏感 敏感就是仁爱礁 仁爱礁 菲律宾不是卡了一艘船在那边吗 然后美国最近要派船进去做强势运补 要进去做修护运补 那中国大陆也把他最大支的海警船开出来 然后也放话 因为有一艘很大的拖船就在附近 说只要台风一来 这个地方战潮 他就进去把那个船给拖走 你不觉得这个听起来更戏剧化一点 对 所以我认为仁爱礁那个才值得观察 就美国真的会强势进去运补跟修护吗 那这样恐怕会 真的会有冲撞上的冲突 是 好 我们进一趟广告 好 萧綦 文蕾老师你怎么看 我得先看一家恶物的冲突 因为西方媒体的认知作战 实在是做得太超过了 一开始又说春季大战 然后又说夏季大战 而且又说已经是总反攻 而且俄国会输得很惨 可是到目前为止 传进来的资讯都不是这样 那么一个关键的一个城市 事实上乌克兰没有守住 而那个城市确实很重要 然后没有守住以后又说 这个俄军用也没用 占领也没用 因为没有水没有电没有什么 其实怎么会没有用 因为它就是一个牵制 乌克兰的补给线的一个重要的 一个城市 所以不是说你去进驻 说没有用它的水电 如果是这样的话 那你乌克兰当初为什么要守 很明显的就没守住 所以我觉得欧美的媒体认知作战 到最后把他们的媒体的信誉 都回掉了 我觉得这一年 欧美的媒体智商很严重 因为大家都已经不再相信他们的 所有的报道 因为他们都是变成宣传机构 不是一个新闻媒体 我觉得这是伤害最大的 有关于中国跟俄国的问题 很明显的我们会看到彼此之间 因为首先你要知道 在国际关系里面 核心利益的定义就很精确了 核心利益也就是涉及到 一个国家的安全 尤其是重大的力级上的安全 涉及到一个国家的主权 这个主权包括 人民的生命财产的安全 包括领土的完整性跟统一性 所以在这个部分里面 俄国跟中国大陆已经讲得很明白 他们在核心利益上是互相关切 而且在国际上的定调会是一致的 这个其实就是被靠背了 我们一直在讲到说 美国人最怕的就是中国跟俄罗斯被靠背 很明显的就是被靠背 这个已经态势已经很明白 那这个部分里面 你看俄国已经愿意把江东六四屯 而且这一次谈的就是 整个远东地区的四大块的区域 这个州 全部跟中国大陆要进行合资 那也就是说俄国提供土地 中国提供资金技术跟人进去 开发出来的经济利益双方共享 这个不得了 也就是说整个东北这个地区的土地 中国进去开发以后 未来在这个地方所产的大豆玉米 还有这些所有的大麦 你想想看 它可以供应中国大陆的 整个粮食安全的所需 那一旦开发出来以后 中国对美国的这种大宗物质的需求 一定会大量下降 整个人类的大宗物质的粮食的价格 一定会下降 那这个已经会影响到 整个人类的粮食安全的问题 所以我个人是觉得说 最后你会看到南海的问题 你射灯浮标我就射灯塔 是 来 我们进一下广告 请吴松安老师跟我们讲讲 南海的争夺战 其实菲律宾问题对中国来讲 这是一个很难解的问题 一来中国在南海又坚持一点都不让 可是他又不希望在南海这问题 让这个所谓东协十国跟中国变得交恶 所以中国这几年 他不但是在上面有做一些作为 不然田岛造交也好 但他也希望跟菲律宾或是越南也好 进行更多的商务往来 就是因为这样让菲律宾有了一个 所谓我们讲他玩两手策略的机会 所以我们知道说不管是在杜特地 这也是很亲中 小马可是上台之后 他就是这样 他一方面也欢迎贺锦丽 来访 而且他们也谈EDCA 又谈怎么样让美国可以在上面 有四个军事基地 然后用军事基地来进行这所谓整补 但他一方面小马可是又是这样 他上台之后他立刻又去北京 去拜访 去谈什么 南海油气共同开发 这个南海油气共同开发 其实就是中国跟菲律宾想要 借由我们讲的共同开发 共同合作来化解所谓领土争议的一个方法 各自争议共同开发 他们是这样讲 问题是这个南海共同油气开发 其实早在什么 很早前就开始谈了 杜特地时期因为分配不均 包括中海油跟菲律宾国家石油 他们对于说开采出来的利益 要怎么分 谈不拢 菲律宾依照他们宪法说 他们要拿六成的利益 可是中国说不行 我要49% 我说五成一点点49 就是因为这样杜特地 在这个南海共同油气开发上面 就谈不拢 谈不拢怎么办 这破局了 到了小马可是上台之后 他这次去北京 一越去北京又开始说 来 我们除了谈铁路 要盖三条铁路 要谈一些经贸之外 我们要把南海游戏共同开发 再处理完 大家一起来这边什么 大赚钱 赚大钱 把这个游戏发展出来 你赚一片 我赚一片 这就是他们用经贸来掩盖 这个领土冲突的事情 问题是领土冲突还在那里 刚刚亮哥有讲的 对 包含 福利 一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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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尤其 三片